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人频道 我会在热频道分享理财技巧与自我成长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有用的知识 早日摆脱早九晚五迈向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今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尤其年轻人较早接触投资理财知识 但碍于手边资金有限 此时相对低价值利率高的金融股与ETF 就成为投资首选 而这种现象在去年更为普遍 今天的影片从业务内容 本益笔 值利率 获利能力 带大家了解每年配股配息的玉山金 探讨此时的玉山金还值不值得存股呢 在此之前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并打开全部通知 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 玉山金融控股公司于2002年1月28日 由玉山银行玉山票券以及玉山证券 以股份转换的方式成立 其中以玉山银行为获利主体 那在业务方面主要分为金控 银行 证券 玉山金控成立于2002年1月28日 以投资与管理为专业 子公司索赢业务项目包括银行 信用卡 信托 保险 证券 期货 创业 投资 事业等等 玉山银行成立于1992年2月21号 主要业务内容有商业银行业务 投资及理财业务以及业务代理 在证券方面玉山证券成立于2000年11月20日 业务以经济业务 自营业务 承销业务 债券业务等等 目前以玉山金现在价格26块附近 本益比在18.32 同业的平均本益比是在13.36 是偏高一些 但玉山金业务金控还在成长中 所以本益比比较高 还算合理范围内 那一年内最高价以及最低价分别是29.35元以及23.3元 可以迅速了解一下目前的价格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玉山金的收益 在营收占比第一名是利息净收益 占比来到46% 营收占比第二名是手续费及佣金 占比为36.6% 营收占比第三名是金融资产及负债净收益 占比为14.3% 这方面跟金融业务相关行业都蛮类似的 在近年EPS方面 玉山金获利稳定从2014年到2020年 平均获利在1.56元左右 而从2017到2019是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2017年1.49元 2018年1.58元 到2019年1.73元 2020则是微幅下降至1.43元 最后净利率越高 代表公司的最终获利能力越好 一级每销售100元的商品 实际落入口袋的利润越多 而在股东报酬率的部分 从2014年到2020年 平均股东报酬率在10.93%左右 在还可接受的范围 股东权益报酬率反映公司 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 一般定存股有别于成长股 ROE通常都不会太高 而ROE偏高的公司股价也不会太低 所以我们需在获利率高的公司 以及价值型的公司做出选择 而定存股通常偏于价值型股票 价值型股票非常适合平常上班 无法盯盘的人所投资 我们可以从现在玉山金的股价26元左右 以及每股净值14.44 净值比约在1.8左右 目前看起来净值比是有一点偏高的 那玉山金股利分派的部分呢 连续配发12年的现金股利 平均股利为0.49元 股票股利则是连续14年配发 平均股利为0.77元 现金以及股票股利合计平均1.26元 填息的天数约为6个月左右 值利率最高为7.04% 最低为5.55% 依目前的配发率大概是银行定存的5倍以上 对于存股来说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标的 那么总结一下玉山金整体的状况 股票是否上市10年以上 玉山金2002年上市已经有19年的历史 本益比以及净值比方面 玉山金目前本益比为18.32 净值比为1.8左右 股东报酬率的表现 玉山金从2014年到2020年 ROE平均在10.93%左右 美股税后盈余的表现 2014年到2020年 EPS平均获利在1.56元左右 值利率的表现 10年平均值利率最高为7.04% 最低为5.55% 关于投资 上本有几个要点想跟各位分享 第一点 追求稳定的收益为主 在这前提之下你必须有现金流 也就是你要一份工作 让你的投资的资产稳定增加 配合买入适当的投资产品 才能迈向财务自由 第二投资这件事真的越早开始越好 即便你一开始赔钱了 没关系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投资大的影响 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第三研究基本面长期之股 不用在股市里进行出出 因为时间可以花在更美好的事物上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 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 盖部构成 购买 出售 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或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或服务的招揽 要约或建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下一集的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